今天晚上我就要跟我媳妇正式分房睡了 你们都不知道 他晚上究竟能干出来什么事情 分房就分房呗 谁怕谁啊 再说了话都是你说的 我都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你不要现在嘴硬 我就跟你说吧 大党上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你婆婆打过小报告了 你婆婆说今天要好好治治你 妈回来了 回来了 想好怎么治哪些婿了吗 想好了 现在还不艰难 你忘了 阿妈你这买的什么 咱们没的嘴 我给你煮一把 你们肯定还不知道 小贝晚上究竟干了什么吗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小贝睡觉的时候开始磨牙了 天天晚上磨得咯吱咯吱响 我在睡觉的时候 都能被他的磨牙声吓醒 小贝你吃了这个都好了 这怎么吃 这放在嘴里面嚼嘛 深吃啊 对啊塞进去 你为什么要不要 你这类嘱咐吃 难道深吃 注意把照耳朵怎么做 我还没做过呢 你把上面毛全部摘干净 待会我来做 你是不是不相信你晚上磨牙 肯定不相信 你啊我可真没听到 哈哈哈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 我已经给你留证据了 我放给你听啊 我给你录下来了 你听听 像不像老鼠半夜偷吃东西的 吓不吓人 哈哈哈哈 怎么不说话了 你就可以啊 给我露一 你晚上打呼喽 我到时候也给你录下来 今天我来给大家露一桩 先把它冲上水 去清三件套 葱香 料酒 今天你主要负责吃啊 我也不用你烧了 已经开了 捞出来 锅热了 加点油 展示 来点冰糖炒糖子 好了 一只料汁 葱香大料 扎皮 盖上盖子 卤它两个小时 继续当活服 我们家大力孩 第一次做猪尾巴 猪耳朵呢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拭目以待 你看什么呢 刚刚妈这大王 跑去抓肉啊 你看 得这么多啊 对 锅里现在正炖的肉呢 一不吃完完好 咱们也去看看 行 看它有不有鱼 都抓进来 行 走 找一个大王子 给它一王打进 大王给帮带路 行 看奶奶这么多 在这里带到 赶紧下日 看看还有吧 这两天我们这边都在抽水 浇散地 所以说很多小沟里面 小潭里面水都被抽得很少 鱼都冒头了 水好浑 我妈都捞的 有吗 有 带来看 大鲤鱼 爸爸 哎 一个大虾 虾 看这个 这个鱼好 地沙发 这个鱼贵 也好吃 都是肉 这个大鲫鱼 别捞了 让你回去 等下这两个都烧虎了 行 走吧 地里面正在浓猛 看 大鲤十分钟 捞了这么多 可以做一顿杂鱼锅子了 没有火了 出锅了 汤收的差不多了 好香啊 打耳朵 Q弹 颜色挺酷的 哇 来自婆婆的 赶紧把这东西吃了吧 给你更少 对啊 我妈说这东西还挺贵的 专门给你买的 我不敢吃 那小孩的给打个药 嘿嘿嘿 有一个 没事的 好吃吗 你还是尝语我吧 太大了 那亲爱吃不行吗 行行 我给你切 老婆已经开战了 切好了 还挺漂亮的 都被我们吃起大袋了 再不吃两儿子给你吃光了 怎么样 好吃 直接透骨 大骨食物 爸 我的手里怎么样 可以 尝尝大耳朵 这是扇手 哦 妹妹你多吃点 来煮一棒啊 多吃点 不然晚上给你吻床睡 咔